非有消息 3月28日,缅甸遭遇了7.9级地震 有新闻说,内比都机场的塔台坍塌 塔台上的人员全部遇难 现在一周过去了,传出了一些详细的消息 同时也有朋友问,机场的塔台有没有防证设计规范呢? 今天咱们来简单聊一聊 首先,根据网络传闻 塔台上当时共有5人 其中一名是空管人员,三名空管见习生 还有一名身份不详的人员,以及一名儿童 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内比都机场虽然很宏大,但其实没有啥航班 内比都是缅甸军政府建设的新都 它位于第一大城市仰光,与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之间 距离仰光约350公里 缅甸位于热带,内比都附近热带雨林比较多 缅甸军政府砍掉树木 在这里建设了很多气派的楼宇 一些政府单位现在已经搬到了新都 内比都国际机场 位于内比都市区东南方向约15公里 是一座居民合用机场 它是在旧机场技术上扩建而来的 修建了一条长达3600米的跑道 以及七派的航站楼 这座机场于2011年启用 计划年吞吐量2000万人次 然而实际上 它连2万人次也到不了 印象中 这座七派的国际机场从来没有过国际航班 只有缅甸航空的波音737 从仰光飞来这里 此外 还有一家叫做ABZ的小公司 使用ATR制线客机 开通了几条国内航线 Flat Air也显示 地震之前 这里平均每周只有三五个航班 因此每天的客流应该不足50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 当时塔台上 只有一名正式的空管人员在值班 有亲朋好友或者是同事 带着孩子在塔台上玩耍 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那么机场塔台有没有防震设计的规范呢 这个当然是有的 塔台又细又长 重心很高 但是它又很重要 繁忙的机场塔台顶部 可能有几十上百号人在工作 安全问题不可能不考虑 我们对建筑非常外行 简单查询了一些资料 发现机场塔台的防震等级 与当地的地震活动烈度有关 在地震活动较为频繁的日本 塔台的抗震等级要求很高 比如大阪关系机场的抗震等级 据说达到了八级 1994年 30公里外的神户发生了7.2级地震的时候 关系机场所有建筑安然无恙 缅甸位于印度洋板块 与太平洋板块的活动地带上 历史上大地震非常多 2016年 蒲甘就发生过6.8级地震 大量的佛塔倒塌 损失非常严重 其实在那次地震之后 就应该检查并加固内比都机场的塔台 这两个地方距离也只有200公里 内比都机场当时是按照什么防震标准设计的 是谁来施工的 现在查不到资料 但这个国家的经济如此的糟糕 腐败如此严重 估计不会严格执行各项制度 在此也只能像大家一样 对坚守工作岗位遇难的人们表示哀悼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